因為我以前喜歡的類似就是 就乾乾淨淨的這樣 我就是那時候跟月老就許願 然後我就說就乾淨這樣 然後不要刺青皮 不要八九拜託拜託拜託 然後我在遇到他之前 我那時候許願說我希望就是交一個瘦的 結果我交了一個快120公斤的 然後就月老其實蠻喜歡跟我唱法調的 我覺得這樣 我等一下在聽到聽到 我等一下在聽到 這樣不然你等都可以了 不然你不可以介紹 你現在就不要吹啦 現在人有進來 你問我看什麼 先給他介紹 終於我看 完了 那時候我跟他的機緣 之前在夜店有一次在歐他 然後我就開包廂跟姐妹一起玩 然後在二樓 然後我們就玩完完 然後就是在角落的一個包廂 我想說奇怪為什麼那裡那麼多人 到底在幹嘛 然後我就問我的觀光 我就說欸怎麼了 欸那個 那裡請問 那裡有什麼活動還是 那裡有什麼人 他是說鳳梨啊 就是我要跟鳳梨那個鳳梨啊 然後我就沒有很驚訝 然後我的朋友全都聽到 就給我全部都跑去排隊 所以拍照 所以只剩下午 我不公敢在包廂喝酒 他問我要不要拍照 我說不用 謝謝 我覺得我喝酒聽音樂比較重要 然後 因為我以前喜歡的類型是 就是乾乾淨淨的 這樣 我就是那時候跟月老 我就許願 我就乾淨這樣 然後不要刺青 不要巴酒 拜託 拜託 然後我以前的我前男友 我就許願說 我希望可以180 結果他還給我169 然後 照理 照理 照理還是很小 抱歉 現在深夜話題 現在不好意思 然後 就是 但是後來 我跟你講跟你們說 其實相處 他不像螢幕上是 小小這樣 他其實是一個非常穩重 然後 會教我很多的男人 成熟 就不像 刺青當然是表面上 你不然不然不然看表面 就是相處之後 我就覺得 他這個人質很好 我跟你們說 我在我遇到我前男友之前 我真的有跟月老許願 有180 然後對我 欸不錯 然後我在遇到他之前 我那時候許願說 我希望就是交一個瘦的 結果我交了一個 快120公斤的 然後 所以月老其實跟 媽媽喜歡跟我唱法 調的 我覺得這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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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